水情吃井,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大甲西市查 他说目前没下雨的时间 比2021年的百年大旱还要久 之前找井以及取用浮流水的计划有效应变 经济部长王美花补充说 各水库谨慎除水调度 旱灾的情况 加以台南高雄严峻中部水情稳定 目前春耕整田期间 农用水大于民生用水 如何更谨慎的放水就是现在的策略 目前不只需要抗旱 电价也要调整 700度以下的家庭用电 以及1500度以下的电价不受影响 但是超过1500度涨3% 超过3000度涨5% 有93%的民生用户 以及学校都没有调整 我们也为了要让这个产业能够适应 所以我们也检讨 在去年上半年 产业用电量少于10%的这一些产业 我们都减半来调涨 水电都有压力 反应是全面性的 以农作物来说 目前香蕉的价格翻倍 正常平均价格产地每百公斤 2200到2500 现在已经涨到4000多 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缺水 缺水对香蕉的成长影响非常的大 现在盛产的时节是在南部 南部现在有一点青黄不接 所以都造成价格飞涨 缺水也影响到农作生长 香蕉产量骤减价格暴涨 将农预估会涨到百公斤5000元 T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